大家好 歡迎收聽這個網向快報 今天錄節目只是2019年9月13日 有我在紐西蘭義德台洋 另外也有在紐西蘭的社長 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台灣去樓山 大家好 澳洲真BC 大家好 節目開始之前剛聽可以給個like 最好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不用錢 繼續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和宣揚和平的聲音 好了 又回來 這一節我們先說爆眼淚的事情 好嗎 好啊 今天看這個報紙就看到 警方就要向這個爆眼少女提出 要求拿這個 不應該倒過來 是這個爆眼少女提出司法覆核 就不讓警方去强行 阻止警方不要拿去這份醫療報告 都很強硬 就是為什麼 大家心裡有一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這個爆眼少女 這麼怕這份醫療報告會曝光的呢 是不是 要用到司法覆核 那麼我們一起聽一下那個爆眼淚 他把這件事拿到上法庭的原因 還有那個上文下理是怎樣 我們一起聽了之後 我們一起聽眾可以立即聽一下 可以留言分析 我們有幾個主持人一起去評論一下 好嗎 那麼去到高等法院那裡 就審理他這宗司法覆核 都很厲害 幾百個民眾 趕快去到高院那裡 就懂得排隊入場旁聽 哇 申請司法覆核都爆了 我想郭卓堅都沒有試過這樣的人生的高峰 好像是吧 每次只有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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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兩個蛋散陪他在外面 在那裡喊兩下就算了 那就 就說回來這一件事 其實呢 根據法庭 其實某程度上說了 說是 恐怕會永久失明 或者偉容 其實他還沒有盲的 大家不要生氣到要還眼 是吧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 這個爆眼淚的代表律師說,在這個月內三度去信警方和律政司 批評警方說他們不負責任,侵犯了這個女子的訴訟權 可能他某程度上想覺得保留了這份醫療報告,留給她的訴訟權 他的律師說希望禁止警方傳取這份相關的報告 警方連保留都不准保留,律政司方面就駁斥了 警方上個月底,即是8月底的時候已經取得了法庭許可 可以在醫管局拿這個爆眼淚的過癮資料和醫療報告,兩樣都可以拿 他收到他的律師訊,不過法庭就說,是來得太遲 今天就會宣判他這份報告,究竟他能否阻止警方去拿 不僅僅醫療報告,還有他的個人資料都可以拿 究竟是否會炒車呢?都好像很緊張 不過今天好像少些人談論這件事 通常心王那邊或者傾向於現在那幫暴徒那邊 都會想這些事情,他們那些文宣等等 少少東西都可以放到,一枝火柴都放到煙花這麼大的 放煙花這麼大的,但是這些東西這麼低調的 究竟是什麼葫蘆買什麼藥呢? 台銀不如你說兩句,看看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他要這樣做,很明顯就是想 不想把這個真實的情況曝光 他還有說多一點點,這個爆眼淚子,他就說 拍了一段自拍片,不過就不知道是不是他 最近那個,不是之前在記者會的那個 就說報平安,不過遭受到各種的騷擾、恐嚇和賣罵 還很怕會被自殺,現在就想找親友組成這個自衛隊 嘩,這麼誇張啊,用不用?他這個射精女 基本上就是申請司法覆核,阻止這個真相流出 我認為,我的看法就比其他人簡單 他其實根本就是身有事 我這樣說可能很短了一點,但是如果那個報告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不可以讓他拿出來?如果真的眼睛爆了 為什麼不可以拿出來?證明他 很多謊言,一開始就 其實有很多人不相信我們說 我們最初的時候,最早決定就是告訴他們 喂,不是哦,這件事一定是假的,沒有可能的 那有些人硬硬都說一定是真 這個世界最好的就是,你要把假的東西變成真,其實很難 喂,我還想說,有些人就說自己在美國燒槍燒了二十幾年了 我知道就很武斷,就說肯定是警方做的,肯定是暴代彈 那我想問一下,如果經常叫雞人,是不是懂得醫護科餅呢? 這個也挺好笑的 是吧,你懂得醫護科餅的結構 是吧,所以其實,我覺得,我不敢說有沒有新有沒有事 但是如果你覺得,當時說實牙實恥 就開了報告,就還你一個清白 那你想要賠償,就告政府,告警察,是吧 其實很簡單的,我不明白 我們這樣看,我們可以想想 假如他這一刻,公佈了,真是暴代彈 所造成他對眼睛的傷害的話 其實是百利而無一害的,為什麼你不公開呢? 你想想,就算萬一那個叫做 這個叫做,因為那份醫療報告和真相曝光 而你這位爆眼少女就被捕,因此被捕 其實警方說過,這個報告出了之 這段時間是不會作出任何的控告和那個拘捕線 假設你真是這麼不幸,因為公開了這個報告之後 因而被拘捕的話,你覺得如果是你這個爆眼少女 這麼有革命精神的,要這麼光復到香港的 你犧牲一個,但是就可以把這個警隊推向萬象深淵了 總是有賺的,不如公開吧,公開吧 他如果要延續這個反送中運動 他們就要不斷造謠,就是把那個謠言 從小到大,然後那個謠言大了之後 他就再趨大一點,和延續以前那些謠言 他一定要之前的真相不被人揭露出來才行 如果你的真相揭露出來,證明整個運動都是謠言做起的 那如果其實在這方面著手,政府可以由這方面著手 就是盡快將這件事揭發出來 那就可以扭轉回,在輿論陣地上搶回一點點位 都不單止搶回一點點位,是世紀大翻身 即是之前有什麼掩著眼睛拍照的人 有什麼警察還眼,機場那一宗 即機場庫國號那次那一宗 通通全部引爆,像骨牌一樣 這樣就倒進去 是,不過這樣吧,就算扭轉了 現在也有很久了,我覺得這個社會也是 不容易回復原來這樣,都要三幾年時間 我想很長時間了,因為其實他們那幫人 就算你說回事實真相給他們聽,他們都心心不分的 他們會覺得這個不是事實真相 他們相信那個才是事實真相 這個就是那些陰謀論 即是搞到社會非常難管治 即是我覺得是,沒辦法了 現在他網絡其實就弄出一件事出來 就是很多人都是講陰謀論的 有時候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陰謀論 其實等於那個港鐵站那裡 太子站那裡,說有三個人死了 還說消防署都說陪他們一起隱瞞真相 你講到這樣,沒得好說 即是說了給你聽,其實是點錯數的 那你都硬是要不信 硬是要繼續是這樣的 無話可說,這個社會已經完結了 是啊,你要什麼門口哭啊,跪地啊,招魂啊 最好笑叫師姑來打齋啊 即是信佛的人呢,就不應該做這些事情的 因為誰說他死了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通到他的靈 你要超渡他,你要通到那個靈才行 你通不到,因為沒有死人 你這幫人全部都是老作啊 有死人,父母不出來? 你以為真是一個小孩死了 父母真的可以不理嗎?真的會不理嗎? 這些有為常理的嘛 他們都有個故事說的 那些父母已經被帶到國內旅行 那些被帶到國內旅行 如果這兩個父母突然被帶到國內旅行的話 那他的親戚朋友也會知道的 你以為是有獨家村來的嗎? 請很多人去旅行嗎? 這裡應該是整個團來的 我們有說到共產黨禁7 那不是應該什麼資料都扭出來嗎? 大家想想 連當時八九的時候 天安會母親 都可以傳到很多消息出來 當時這麼封閉社會 何況現在沒有人有手機 香港仍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其實是的 當晚我又說回 如果那個爆眼少女 其實那晚很老實 都... 大家知道 每個人都這麼喜歡拍片 拍這些現場 這個爆眼少女 其實很明顯 他中彈躺在地上的時候 應該有人幫他拍到片 不單止是傳媒那些 只是很厲害 沒有人流傳出來 很明顯是當場在場 全部都是自己有 就算有拍到 可能被你搶的手機 每個人都 許智峰上身 沒錯 所以還證明了一件事 讀醫是不需要的 你如果讀苦科的話 你只要多叫幾次雞就可以了 就是有人 有人說我升了很多連槍 又玩了很多連槍 我肯定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看一看照片就知道 那就不用拿屍去驗屍了 是不是 看一看照片就知道什麼了 你覺得炒車機會有多少 炒硬了 炒硬了 另一邊就是這個女暴徒這一邊 他壓這麼重珠 大家沒有玩過那些叫什麼 21點 爆爆爆 現在兩邊都拿著牌回來了 就看看那個莊究竟爆不爆 是吧 是啊 大家都扔了很多錢下去 看這一局爆不爆 我覺得很多人輸 政府會贏到最後會贏的 始終那個真相一爆出來就 就是這個爆眼裡有問題的了 我想到時候就是什麼 把所有的罪名加在於他們身上 奶回去都可以的 都可以扭回去的 對於暴徒來說 對於黃蟲來說 把整件事扭回到他們身上 那就可以暫且保持著那個勢 也是 我這樣說 就算政府贏了 都是叫做 慘性 都要以10年8年 我想我比較悲觀 因為整個社會變成這樣撕裂 我就覺得香港 有些難 就是這兩年 經濟各方面 是有些難 主要是一班 就是年輕的人 太過 太過不生性偏激 這代人可以說是毀了 這代人應該說是毀了 真的 在網上看到一些片 在那邊唱歌 在新城市廣場唱歌 那些粗口歌 十四五歲 那樣很high 那樣 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要教他們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都 他們都是受害者 某個程度上 我自己有小孩 我也不會太過怪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受害者 問題是有一班大人不停地去做這些事情 這班人是最可恥的 我認為 簡直是可恨的 有很多學校老師都是這樣做 不停地去做這些事情 真是不知怎麼教 炒不了他們 真是慘 這件事我想都快 世紀曝光 警方都被爆眼淚這件事 我想都 因為這樣這件事 警方都消耗了很多人力物力 或者受到很多不必要的詛咒 就馬那些 如果 希望 到時 如果真的炒車的話 希望那些人出來都道歉 不過這次這次炒車的機會率都很高 很高 是啊 我不敢說 我也不敢說死 我敢說死 我敢說死 一早就說是炒車的 這件事實在炒 這件事 除非他現在就陰我們 除非他陰我們 整萬天職 不是 他實際上有料的 但是等你們建制那邊全部炒車 等我這些人全部炒車 你是建制人 也有可能 我不是建制 我是中立 買他 買他是做假的 我買他是做假的 那他現在可能做假動作 要我炒車 不過這個可能性太低了 我不相信 我認為 因為其實他一定是 我覺得 有邏輯性地想 一定是 他是身有史 阻止真相流出 嗯 是啊 但是有邏輯都沒有用的 就算真的炒了車 我覺得都是差不多 結果證明了他們7號 然後他們會數很多東西出來 然後說元朗恐襲 然後說 換點左奮 換點左奮 換點左奮報告 831 還有很多東西 我們要爭取的 這個就任由他先 這個不要說 還有第二樣 不要轉意思 我們爭取到底 然後就立刻開始唱那首 什麼榮耀歸香港的歌 我猜他們的scenario應該是這樣的 這節差不多時間了 這節差不多了 謝謝你